那我們來看我們大家當然是目光焦點還是在台積電 台積電出現這個四次投資後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所在500塊左右 那麼鼓勵也宣布提高了 台積電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指紋 大家什麼時候可以進場 有明哥 第一個 我覺得我們常常在討論台積電 那還是那一句話 就500塊失而復得得而復失 這個是每天的日常 生活的日常 對對對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說 你500塊上上去了 你怎麼500塊又掉下來了 其實它底部只要有墊高 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可取的 那第二個部分 而且八爺爺認證只是沒那麼自在 但我們看他覺得蠻自在的 第一個我們來講八爺爺的事情 他這次在股東會裡面他在提 那當然他有稍微洗白一下台積電的一個地位 他就說其實台積電基本上是一個好公司 我想這是場面化 你賣了就賣了 然後第二個部分 他說是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 是因為你在的那個位置 所以這個叫君子無罪懷幣其罪 那第三個部分是我還是要講 你根本就不熟他呀 對不對 你從頭到尾你在買他的時候 他就不是你在 這操作股票這個六七十年以來的 他不是不買不了解的公司嗎 對啊 你就不了解他嗎 你對可口可樂的研究 超過一對台積電的研究 對即便 金融股已經爛成那個樣子了 你還是要逢低買 但是你不會去買台積電 那地緣政治只是你的一個想法嘛 那不管怎麼樣有人就覺得地緣政治其實是保護了台積電 因為也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地緣政治的關係 台積電的這個地位就會變得各方的這個勢力的樞紐 所以他更需要去保護他 就是一件事情看你怎麼想 那再來的話以台積電來講的話 我們公告消息的這一天是在2月14號 2月14號的時候這個13F的一個報告出來的時候說他第四季減持嘛 所以他後來就做了一個跳空 後來有上去補了缺口又下來 可是問題是現在最近的狀況都不好 可是他卻在這個地方默默的打底 我覺得台積電的階段任務已經達成 所謂階段任務的意思就是 當初的那個489 基本上是三江匯流 我有特別提 就半年限 年限跟缺口 全部都在這裡 所以他代表的就是台積電在這個地方的下源 就是區間的下源 那你對照出來 如果ADR的下源 因為ADR最近的溢價有在擴大 ADR的下源就等於現股的下源 現股的下源基本上就等於指數的下源 所以指數他這一次的一個走法就會守在那個缺口之上 所以我們期望會不會有什麼很了不起的一個利空 然後把這一次台灣股市在過年的那個紅盤缺口給灌破 然後灌破了之後往下大跌 我認為不容易 那現在最好的一個方式就是一個區間 甚至是一個往上的卸行 然後現在是來到了下源區 那在這個下源區裡面會有很多的迷藏 讓各位眼睛被迷蒙住 所以你的耳朵也好 你的眼睛也好 都會騙了你的心 好 告訴你說這裡其實很危險 事實上就是每天都會有醜小鴨的新聞 比如說哪一些公司的營收差強人意的差 出乎意料的差 或者是記憶報在這裡 但是他就會有某一些股票把它頂上去 頂上去之後造成股市就是這樣慢慢的往上走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用時間代替空間的下定 所以最後我們回頭來去 還是有一些可取的台積電供應鏈 剛剛鄭賢有特別提到 世新KY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創意 創意在這一天的漲停板是有意義的 不管他今天的消息是什麼 來自於中國沒有掉單 客戶其實狀況還OK 可是你會發現他最近只要來到這個漲停板的時候 他就用下影線來代替 這個地方就收得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盤面基本上是有活種 那這個活種不見得是全面性的 但是他偶爾點放式的去在一些很重要的股票上面去力稱 然後造成這個指數讓大家想像中 看起來的消息很肅殺 但是走法是很健康的 緩步的往上再走 OK好 一樣這個從各方面強調 就現在的盤勢其實蠻健康 大家不用怕 莫急莫慌莫害怕 好那如果現在要來低接股票 有些之前我們講過 今年一些主流類股現在都是回檔 包括儲能概念股 中興的華盛 尚未投空 亞利都大跌 那麼國防還有這一些 航太概念股也是多跌破業縣 那麼這些我們之前講過 現在就是政策概念股是可以操作 第二次一個重點 那麼紛紛都已經是這樣下跌 拉回之後可以接嗎 怎麼接不會接到刀子呢 永遠哥 OK好 那其實我們還是拉回來講一個基本面的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第一季 一般來講我們叫吹牛行情 做夢行情 那第二季開始要回到景氣行情 就是大家看基本面了 那剛才鄭前也有講了 4月份的營收到目前為止 只有11家創新高 那表示呢 這個基本面真的不怎麼樣 那所以呢 在這一些呢 在第一季呢 這個表現比較強勢的 像是軍工啊 儲能啊 這些股票最近呢 都開始出現比較大的回檔了 那為什麼會比較大的回檔呢 因為呢 他的基本面的表現 好像不如市場的預期這麼好 那可是呢 有沒有 基本面也很好的 然後呢 他這個現在回檔 是跟著大家一起做個技術性的回檔 而已呢 那我們逢低可以承接呢 那其實呢 我們要看一下 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會看得更清楚 除了要看基本面之外 我們看技術面 第一個呢 我們看上尾頭控 這是上尾頭控的周線圖 你可以發現 他在這邊呢 做了一個 一個很大的很明顯的一個頭部 這邊是左肩 這邊是右肩 現在在右肩的位置 OK 好然後他在這裡呢 盤了四個月 這邊盤了四個月 結果呢 在昨天 一口氣就把它跌下來了 今天呢 再加踹一腳 那繼續的往下 所以呢 你可以看 他已經把 他所有的中長期的移動均線 全部糾結在這裡 所以這裡本來就是應該要決定 他到底是要上 還是要下 結果呢 他是往下 跌破了所有的移動均線 而且也跌破了這個盤整區 這個盤整區裡面呢 有一些大的套牢量在裡面 所以呢 這一種股票呢我會建議大家呢 稍微看一下 除非怎麼樣 除非他在接下的兩三個禮拜 除非 這個禮拜留了很長的上影線 下影線 然後呢 又站回了這些移動均線 或者是在三個禮拜之內呢 這個把這些的 失去的這一些的移動均線 又重新站回來 那就表示怎麼樣 他有可能會走個破底翻了 那可是呢 如果他繼續的在這個盤 這些的這個移動均線之下 我們不要說繼續跌 他如果是繼續盤整 弱勢盤整個兩三個禮拜的話 那投資朋友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這種股票 就不適合再去進場承接了 那當然 我們剛剛講的是這個技術面上比較弱勢的 那我們看一下技術面上呢 還維持強勢的股票 這一檔雅力 雅力 雅力 這個也是周縣 那大家可以看 他在三個禮拜之前 四個禮拜之前呢 他創 他的成交量 非常大 創了這個 他是拉出一根長紅 以歷史的天量拉出一根 周縣拉出一根長紅 那這個叫價漲量增 對不對 價漲量增 然後之後呢 一直到這個禮拜為止 四個禮拜 他都在呢 這邊震盪 那這個震盪 到底是震盪出貨呢 還是震盪盤整 休息一下 然後準備再創新高呢 我們就要看 因為他這個天量的位置 這個是在這根長紅 現在呢都是在他的上緣震盪 這表示怎麼樣 這表示呢 那一天的那個禮拜的大量 很可能是一個換手量 那只要呢 他能夠守住這根長紅的 一半的位置 二分之一的位置 大概是45塊6毛左右 如果能夠守住的話 那麼他是有機會 再來創新高 所以這檔股票 倒是可以注意一下 OK 記錄分析可以給大家做參考了 好 鄭希你怎麼看 其實我們知道 全世界的景氣不好 所以我們只能跟小甜甜一樣 怎麼樣 自立自強 那我們當然就要靠 現在不能靠小甜甜了 要靠我們蔡總統的自立自強 你講小甜甜年紀都曝光了 蔡總統的自立自強股是什麼 就是說好多喔 軍工什麼 大家想想看 蔡總統一個人救得了漢翔嗎 蔡總統一個人救得了半導體嗎 不行 所以蔡總統能真的 他一個政策就能夠改變 為什麼剛剛永年哥談到 雅力 因為一五族群的量跟他所創造的商機 就足以救 你看台電投入5645億的電網強刃方案 是這個金額救了一五族群 而這個族群跟風力發電有什麼不同 風力發電 金額聽起來不比這個小 但大部分承接的廠商都是外國廠商 但是台灣這個5645億 是沒有外國廠商的 全部都有台灣的一五一六族群承接 所以這才是我講的政策 最明顯的概念股 然後我在搭配剛剛永明哥講的 這是不是一個族群 那確定這個族群會不會一直往上走 就看他這些股票有沒有辦法在三天內再走牆 三天內 三天內 他轉落在有沒有三天內再走牆 那這些指標在哪 第一個當然是中興電工 因為他是最先起漲的公司 最先起漲 第二檔股票為什麼是市電 有的時候股票漲上去 最懂你的人是誰 因為市電很多人都說 不懂為什麼會漲成這樣 除了投信 投信是在上百元才開始追市電的 那你知道是誰那麼聰明在六十塊買的嗎 自己最了解自己 國賓在六十塊 養德集團 六十塊這個 船過水無痕的時候自己買 就說自己最了解自己 那這個東元 這也很明顯 看到投信 不斷的在做一個買潮的動作 那回過來這三檔 重點是什麼 就是 這三檔剛剛看到下面全都是投信任養股 所以我說整個投信都聚焦在 一五族群 那這也就是 我們國內第二季的 所謂的投信作戰強勢族群 我認為這個族群 如果不能如有名歌獎的 三天之內有個指標股 往上走 那這個政策改革就弱了 就真的就弱了 那就是整個大家都要出了 但是如果 這三天投信還是不離不棄 甚至你很快 看他休養生息一下 又有一檔股要蹦出來 那就是甩叫而已 有名的廣告詞 休息後再上 OK好 到底是真的出壞日只是甩叫 這個密切來觀察 那就是甩叫 這個密切來觀察 我們就不在這裏 這裏可以說 我們可以說 這裏可以說 這個密切來觀察 看我們就不在這裏 這個密切來觀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